哈喽大家好 今天这一支视频呢 是承接上一期视频 捏人挑战的一个后续 那这一期视频呢 是捏人鱼 那并且呢 要做一个30分钟的建房挑战 那我们的住宅呢 是坐落在布莱切斯特的秘露原野 那住宅空间大小是20乘以15 一个卫生间和一个卧室 那现在我们捏的呢 就是我们的人鱼 那其实这个发型 我不是很满意啦 就先放上去再说 然后我们接下去 再来改发型 我觉得海的女儿嘛 发型就应该 是长发更加飘逸一点嘛 因为在水里面的缘故嘛 这一款真的很好看 也非常适合 那我觉得人鱼的尾巴 我想换成白色 会比较好看 就跟它的肤色和发色 会比较的匹配 然后身高也可以 稍微再来拉矮一点 我们这个人鱼的名字叫 古云烟啊 因为人鱼是一个非常古老 而有神秘的一个物种 所以它的名字也起的 比较的古色古香一点 那我们也把我们的意境 也稍微拉矮一点吧 女生嘛 那我们的人鱼就捏完了 那现在我们来选择 它的报复个性 还有喜好 那唯一一个一点 就是我一定会选的是 岛屿之子 我们现在马上就进入到一个建房的一个挑战过程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建的一个房子 那现在呢 还是一个非常原始的一个基础状态 我会先把一楼的厨房和客厅搞定 然后去建一楼的卧室和卫生间 然后去建一楼的卫生间 时间提醒用 四 big econom店 约ibilidad 我又在1719 2012年 一定是慘 Tenemos举 生上 阿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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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